南投仁爱乡民办理地级腾本等相关地震业务 必须大劳员跑到铺立镇地震事务所才能办理 不但周车劳顿更浪费时间跟人力 为仁爱乡开办远距视讯地震业务 透过网路不但能立即的提供地震业务的咨询 还能够线上核发地级腾本等相关文件 居民说真的很方便 你好 我想请问一个问题 如果我的那个所有权状不见了 我要怎么申请 透过网路视讯远在埔里地震事务所的人员 可以立即解答仁爱乡民有关地震业务的疑问 不仅仅具有资讯的功能 在仁爱乡公所开设的服务台 就可以申请地级腾本 几分钟的时间文件就拿到手 这是你的土地腾本跟地级土给你 谢谢 不会 公所的人说这里可以申办 对 所以就今天就来办看看这样 这样有办到了吗 有办到了 很开心 为什么 因为就不用开车到埔里又要花那么多的时间做公车 你如果到埔里的话地震 因为人不熟 有时候就会忘记带证件 他就会不允许 对这样 在这里的话就近 就近可以拿到这样 不管是农保的业务 灾损的业务 各方面的业务 我们都需要乡民要申请地级腾本 尤其这段时间如果灾害来了 可能会有大量的地级腾本需要申请 那如果说每个乡民都到埔里去 真的是很浪费时间 也很浪费钱 这项远距视讯地震业务服务具备完整功能 可以解决仁爱乡民所有地震相关业务办理工作 而且还可以跨县市申请 里面最大宗的应该是地级土腾本核发 那比较特殊的是未来啊 像这个跨所跟跨县市 你的土地在花莲 在东部 你一样可以在这里申请 所以这个我是觉得是很大的一个辩民的一个措施 这个计划是透过我们这个Skype 电脑试信的这个即时的系统 然后如果乡公所跟仁爱乡的我们乡民 有任何地震的问题 可以透过这个系统即时来替它解决 除了可以节省我们仁爱乡乡民的时间以外呢 也可以解决我们所有仁爱乡的地震的问题 仁爱乡公所表示地震业务远距续服务 仁爱乡不仅是南投县第一个开办的乡镇 也是全国原住民乡镇最早开办的地区 民众如果有任何需要 只要在上班时间前往公所洽询办理就可以了 记者综合报道